中共二十大結束 外交部長吳釗燮今天研判 中國對臺灣的威脅會加大 但也是臺灣建立國際邦誼的機會 波泰坦言 邦交國首當其衝 有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有些邦交國的確是有預警的情詞 中共二十大結束 習近平喊出絕不承諾 放棄使用武力 展開第三任期 對臺的恫嚇是否會加大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立法院報告 表示正在密切關注 認為中國對臺灣的威脅 應該是會加劇 這次中國外交人士也有所變動 吳釗燮預期戰狼外交的模式 會持續 表現一定是會更加強勢 而我國的邦交狀況是否會受到衝擊 吳釗燮坦誠 看到蛛絲馬跡 有些邦交國的確有預警的情資 我們的壓力會不會越大 會 會嗎 也坦誠地跟委員報告一下 的確我們有看到一些預警的情資 那我們都在針對這些預警的情資 做很認真的查證和處理當中 希望我們的邦交是不會受到中國的影響 副總統賴清德十一月就將出訪友邦伯留 至於總統蔡議文疫情爆發之後就沒有出訪過 現在疫情趨緩後是否有安排 吳釗燮表示 根據瞭解總統今年沒有出訪的安排 但是明年出訪有機會會來做規劃 記者韓英朋友組台北報導